剛結束七天的隔離期 金融市長林佑昌一早就來到市政府 一開口就先談確診經驗 其實確診還滿辛苦的 前兩三天可能我的症狀比較嚴重 所以都發燒發冷然後倒汗 後來又有咳嗽流鼻水 大概所有的症狀都有 所以有一些朋友就說 這個是新冠全餐 我是到第三天 醫生建議就是吃抗病毒的一個藥物 之後才還緩解 所以能夠痊癒很開心 金融的疫情本來就走在全台灣最前面 我們也是最早降緩下來 現在的幅度基本上也在我們的預期當中 不過因為現在暑假期間 那各種的一個活動其實也增加 所以我們預計未來的降幅可能不會像過去那麼明顯 可能會趨緩 那進入一個比較平緩的一個平原期 那我想與這個病毒共存 然後大家把自己的一個防疫的工作把它做好 然後過正常的一個生活 這個是現在的一個方向跟目標 那我想我們還是努力把疫情控制好 那另外就是有這個疫苗可以施打的時候呢 也呼籲民眾大家盡量的能夠施打的疫苗 特別是最近有這個小朋友的疫苗可以開始來打 然後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一個來使用 對於民進黨雙北市長人選已經確定 市長李又昌說會全力支持 整個北北基桃其實就是一個首都的生活圈 其實我也一直強調 其實彼此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那城市的一個發展呢 更是純齒相依 那彼此來影響 所以這一個在基隆或者在新北 我想我都會全力的來輔選 那另外也會就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個政策呢 來提供相關的一個意見跟建議 給他們參考 希望未來他們兩人能夠當選之後 一起促進兩個城市的一個進步 能夠痊癒回到工作崗位 牛昌相當開心 不忘提醒民眾 疫苗一定要打好 最好還是不要確診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